介绍来关心六甲兄的消息 六甲兄公司配合家义馆列导书馆基盤183年 外投推广华东 今天上午在六甲兄列导书馆基行 华东也安排合同参户欧洲传统美食修杰 北藤贵 六甲兄公司配合家义馆列导书馆基盤183年 外投推广华东 大手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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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23号上午在六甲兄列导书馆基行 乡丁王亲戒表示 这次外投邀请六甲六甲 六甲重心合作业办 健康刚做十安问题 砍手算头和修学童 参户欧洲修杰 兼书共和记忆当中的美食北藤贵 大手牵小手 阅读一起走 当然今天我们邀请到 我们的实作老师 小修老师 来做这个食安问题的讲座 现场也有很多家庭小朋友 做回来共襄胜举 我们老师在这个食安讲座的部分 也配合给我们的乡亲 可以今天祭拜的导书馆 一方面也可以培养我们的乡亲 阅读习惯 教培养小朋友的阅读能力 当然今天有这个食材 也都准备我们在地上最好的黑芝麻 教我们的头刀 教我们一些食材 做回来给小朋友 一方面来阅读 还可以在我们的导书馆 不只是做阅读的工作 也可以教大家做这个食安的食品讲座 大家可以一起动手 做回来培养 让孩子在这个阅读的习惯 可以这样键定 小朋友未来 在我们求学的部分 阅读也是很重要的 可以小朋友跟家庭 共同 做回来参与这个阅读的活动 道书馆主管跟社区去面困乡 要请主亲工师 讨过钢泽英德 让党友在勤赏以外的困围里面 了解食安问题 以及简单的手作活动 让特责亲近道书馆 虚爱沃土 整个沃冬完完结束 声音心不愿重来信 六甲香彩虹报道 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来这边要做什么吗 拔菜啊 拔菜没错 可是你知道这边的菜是用什么原理来种植的吗 我们会把厨鱼倒到那个厨鱼床里面 然后呢那边的黑水模 就是一种昆虫 它会食用这种厨鱼 然后它死掉之后 它就会来到这个鱼池那边 然后里面的鱼就会把它吃掉 鱼的粪便 它就可以让这个菜有营养 它的菜就可以长起来了 嘉义县的食农教育 培养孩子们健康的饮食习惯 中央厨鱼 有营养师设计菜单 为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做最好的把关 盛食教育 盛食教育 黑水蒙打厨鱼变黄金 食欲教室 教孩子怎么吃才健康 全民懂吃 从小做起 家义 我的家 食农教育 全民家 中央 感谢观看